本文局在零晨的時候接獲民眾報案 在本橋北區借停入的一間超商 有一名年輕人疑似車手在大量提供陷阱 經我們巡邏的紅人到場盤查 這位嫌犯起先還不承認他自己在圖裡 我們紅人也大聲對他課斥 夜路走多了就會碰到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隨後這個嫌犯他也談了他擔任照片機閣的車手 更拿敵光車在地裡被害人的現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當初包含這位民眾 他也是我們的同仁 他剛好是因為休假來中午找朋友 然後憑他當警察的職業 他也覺得這個年輕人在現場 ATM前面逗留太久 然後他又再重複了體領 那顯然就是車手 他在這邊也呼籲民眾 如果在超商銀行ATM在體領 金額在體領現金的時候 如果有發現可以在前面的這位客人 他在重複的性的體領的時候 那也會跟他們重複的做通報 那我們會進比最快的速度 理答現場 來瞭解那次是詐欺體門的車手 那本案經訊問之後呢 也依詐欺體門的條例 將該名裁判提防申犯引眾 當然